現在來點亮真的你的第一顆LED燈 那麼請你先把電源先拔起來 就是養成習慣 雖然我們LED燈是不太會有問題 但是還是養成習慣 那首先你就來挑一下 你看你要哪一種顏色的 好不好 可以啊 看你要哪一個啊 看你要哪一種 我用黃的好了 這裡這樣各位看比較清楚 好你拿出來之後呢 有長短角 再來請問 因為呢我們待會要接到這邊 接到這裡來你看一下 你把那Smart台灣左右兩邊有沒有都有貼紙 都有嘛齁 所以呢我們找的是另外一邊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有個GND 有喔 所以呢我現在在這裡 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館上的高中比較沒有用牽 比較沒有用牽 呵呵 好我可以借你拿 蛤 我沒有牽口都不動牽 大家都沒有牽 好我看到這裡了 來來這裡 好 來這裡有看到齁 哪一個是長角哪一個是短角 這邊是短角對不對 對 短角是腹脊 你看這樣 我很沒有認真寫字 有 呵呵呵 這是合夾 可以啦齁 所以呢 現在 如果 因為很多人的正常版的話 應該會比較窄一點 請問他可不可以劈腿 不行 他可以啦 可以打開一點 但是你不要把它摺到 像劈腿那樣子 180度就斷掉 好所以你可以稍微拉開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要那個 把它接到哪邊 我們剛剛講過15有毛毛蟲的 這個會跟三色有一點共用嘛 所以我就不要 我就把長角接在哪裡 02 短角接在GND 這樣有看清楚齁 好 所以 就把它插進去啦 這裡 記得齁 長角 這樣 那你插進去呢 你就慢慢推 推到底就好 不用很用力啦齁 不要太包力 這樣就可以了 好你插好之後 你確定OK 我們再來把它怎麼樣 插上電源 就是 短角是負極 所以接在GND 長角我接在02 你不要接在15 接在15的話 變成我們上面那個 三色有一點也會怎麼樣 也會亮 好 那你硬體接好了之後 我們剛剛有沒有請各位 打開一個地方 打開一個 叫做Blockley對不對 對 這裡 這個是模擬器的 我用另外一邊的 打開這裡 那這裡還不用 你進到這邊 這裡有一個閃電 稍微注意一下 我怎麼知道你的設備有沒有在線上 你這個閃電按一下 就打開了 你把你的設備的名稱打進去 記得有分大小寫喔 好 有分大小寫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換一下 所以你檢查一下你上面那個 如果你的閃電有變成綠色的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閃電變綠色的 表示你的設備已經有在網路上了 好來我先把這個環邊 現在呢 我們就在寫成是一樣開發板叫出來 可是我們這個 並不是馬克一號 也不是Fly 是什麼 Smart 點下去 你透過Wi-Fi 那這個名稱呢 你不要再打一次 DocDoc兩下 按右鍵 是不是就可以複製了 對 點到這裡 點在裡面 按右鍵或Ctrl加V貼上 好 貼上的時候會比較小 你就點旁邊它就出來了 再來 原件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LED燈 好 可是我剛剛記得腳位是不是二 對 要選對喔 那你就一樣的 先展座一下就知道 到底有沒有成功的 點下去 你就看看你們家燈會不會亮啊 好啦 來吧 來吧 來吧